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要学编织 这档课呢我们来学习一款六孔花针的棒针花样 那这款花样呢所需要的起针数是 十的倍数加十三针,然后呢再加两针编针 示范起了二十五针 花样呢是十二行一个循环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织反 第一行,第一针条 然后呢我们先织一针反针 三针正针 接着我们开始重复十针的花样 循环去织 先织正针左上二并一 加一针 一针正针 加一针 然后呢正针又上二并一 再五针正针 重复这十针的花样循环去织 直到最后,我们要织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呢 前面的织法都是一样啊 也是正针左上二并一 加一针 一针正针 加一针 正针又上二并一 然后呢我们将最后的五针正针呢 改成三针正针 这是最后一组的织法 最后两针 我们织两针反针 那后面正面行呢都会遇到这个情况啊 就是我们最后一组呢 前面都一样啊 最后把正针呢 针数会改一下 那么后面我就不再示范支了 就最后一组会口述一下啊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行 第二行以及后面所有的双数行啊 也就是第四行 第六行 第八行 第十行的织法呢 都是一样 我只说这一次 第一针条 然后呢 后面织一行反针 每一针都是这样织反针 好 加的这一针 我们也是一样 这样去织 织出来呢 会有一个镂空洞的效果 把这一行呢 织完 好 来看第三行 第一针条 然后呢 先织一针反针 两针正针 重复去织的部分 正针左上二并一 加一针 三针正针 加一针 正针又上二并一 三针正针 重复这一段循环去织 最后一组呢 我们开始也一样啊 把最后把这个三针正针呢 改成两针正针 然后最后两针织 两针反针 好 第五行的织法呢 其实跟第一行是一模一样的啊 第一针条 然后呢我们先织一针反针 接着呢 三针正针 然后呢重复 正针左上二并一 加一针一针正针 加一针正针又上二并一 然后呢五针正针 重复这十针的花样啊 最后一组呢就是将最后的五针正针呢 变成三针正针 最后两针反针 跟第一行是一样的 好来看第七行 第一针条 然后呢先织一针反针 再一针正针 然后重复去织的部分 从下一步开始要重复了 加一针 从这里开始 加一针 然后呢正针又上二并一 五针正针 正针 左上二并一 加一针 一针正针 从加一针到这里一针正针 这一段循环去织 那么 这一行呢就是一直重复 这个组合循环去织 直到最后 还剩两针 我们织两针反针 好来看第九行 第一针条 然后呢 先织一针反针 两针正针 开始重复的部分 加一针 正针又上二并一 三针正针 正针 左上二并一 加一针 再三针正针 重复这一段 那么直到最后 最后一组呢 前面也是一样 最后三针正针呢 我们改成两针正针 然后呢 最后再两针反针 好来看第十一行 低针条 然后呢 先织一针反针 一针正针 那么第十一行 织反呢 其实就是跟第七行 是一样的啊 然后呢 我们重复 加一针 正针又上二并一 然后呢 五针正针 在正针左上二并一 加一针 一针正针 重复这个组合 就知道最后啊 最后还剩两针 我再织一组 加一针 正针又上二并一 五针正针 然后呢 正针左上二并一 加一针 一针正针 然后最后两针 我们织反针 好后面呢 我们就始终重复 一到十二行循环去织 织出来呢 这样一个啊 六孔小花的这个花样 那这个花样呢 比较适合去织 那种女士的毛衣 还有帽子 也可以织袜子 手套等等啊 非常秀气的一款花样 好了 这项课呢 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